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款车的底盘结合了美式房车的高通货性和欧洲房车 尤其是德系的轻便安全 我们这款车呢 底盘是采用了咱们510R汽车大梁专用缸 经过激光切割冲压而成的 它具备了安全经济性 在我们车头的前仓部位是我们的前仓 在我们的最右侧呢 是我们的燃气罐和燃气管线 稍微偏右部呢 我们装了燃油加热器 这样的话 就为广大的车友在冬季出行提供了一种更多的选择 这款车呢 目前这款是我们的备胎 但是在我们定型车上 这个备胎已经优化到了底盘上 在这个前仓的最左侧 安装有我们的320的天三电池 好 现在带大家看看我们的侧面 在这里呢 是我们的外接电源接口 150升的进水箱的入口 这款呢 是我们的冰箱的三热口 在车的尾部 有两个宽大的储藏箱 这一侧呢 安装有外置储藏和炊具 大家现在来上我们的车来看观一下 首先呢 一上呢 我们车呢 会非常明显地发现 在我们的车厢的后部 有两张一米二乘两米的双人上下铺 在下层呢 是一个非常轻便的卡座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拼出一个一米二乘两米的双人床 上铺平时我们是折叠起来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下铺呢 可以提供两个人在这休闲 休闲场所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前部 我们这转车的前仓呢 一个一米四乘两米的一个卡座区 这个卡座放到同样可以拼成一张一米四到两米的大床 我们前仓还配有三块车窗 有纱窗和枝杨 我们这款车呢 提供了三个双向换气扇 可以使车厢内保持非常清新的空气 一个是在前仓卡座上方 同时呢 在我们的后部双人上下部区 在我们的卫生间也有一个换气扇 这样呢 能保证我们的卫生间空气通透 卫生间呢 它的长呢 是一米一 宽是八十 是在同类型的图号房车中 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 这是我们的一种集成式的抽拉式马桶 这里跟广大车友说一下 这个卫生间有没有窗 真的是不重要 但一定要有这个换气扇 如果没有这个换气扇 你这个卫生间就只能是个洗澡间 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 这个功能你就用不了了 不然那个味道啊 没法散出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然后散不出去 然后你开门一进来 这个整个味道都飘到一个小小小的车厢里都是 这个肯定还是一定要有个换气扇的 所以我这次要选方车 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强硬性的指标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换气扇车厂里面 它这个三个换气扇是挺好的 我们可以这个换气扇可以调成进风 是吧 那个换气扇调成出风 一个流动 形成一个循环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咱们这款车呢 采用的是抵制房车专用的冷暖空调 它的排风系统呢 排风口是在咱们这个车厢的上部 对 这有三个排风口 而且还有温度显示 在咱们车的那个右前部的卡座下方呢 有我们150升的水箱 可以满足一家三口正常的两三天的生活用水 同时呢 我们车也配备的是三千瓦的泥变气 有冰箱 有外置厨房 这些简单的生活设施呢 我们都是应用计权的 这个车的特点呢 就是说 它拥有三张比较大的双人床 可以为一家三代六口人提供起居生活 因为现在随着二胎再逐步增多 老人 夫妇和孩子同时出游 这种现象越来越普及 而我们这款车 五米九七的这款四米八的车型 就为咱们祖宗三代六口人的起居生活 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生活空间